就是好多朋友在指引小鱼如何做自媒体 然后有两个问题问的频率比较高 然后第一个就是视频为什么不会推荐 第二个就是如何提标题 然后小鱼就结合一下自己的理解 然后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视频不会推荐 啊我发的视频和别人的差不多 为啥我的就没有推荐 别人的都有推荐 它这个造成这个因素有很多个 第一个就是抖动黑屏 画质不清晰 这个抖动是最忌讳的 如果说系统检测到你的视频有具体抖动的话 它就立马停止给你推荐了 或者根本就不会给你推荐 然后就是黑屏 黑屏就是前面有一些视频是正常播放 然后播放到后面的时候 突然就没有声音了 也没有那个画面了 然后还有一个画质不清晰 前两天有个粉丝私信我 然后让我看看他的视频为啥 那个推荐量比较少 我打开一看 他这个视频最高最轻的时候才是480p 这个画质可能在团点混下去 你最少也得达到720p吧 然后最好的能达到1080是最好的 第二个就是标题比较低 就是标题出现了小鱼字 解写 解释 公公 小猪子 儿媳等 文理词汇 有可能不被系统检测到 但是如果说一旦被系统检测到的话 你是没有推荐量的 影响视频推荐的第三个因素就是 你的封面比较选性 有的是车祸现场 有的是哇 他正在做手术 有的是杀鱼杀牛 他这个封面 他给人的整体反应就是不适应 感觉很恶心 然后这一种是不会被系统检测的 然后有的封面还带有宗教服饰 有一些仪式的 伤脏的 迷信的 这些基本上都不会被系统检测 第四个因素就是你发布了社会重大事件 比如说某一些治安 还有车祸 其实这一些视频 都是由专门的账号来发布的 你的账号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第五个就是标题的 标题的就是内容与实际不符 那标题起来什么样 然后你的内容就应该像符合是什么样的 标题的如果说严重的话 可能就会被封好 第二个问题也是问的频率比较高的 是五个题标题 第一就是标题 是提链视频内容 扑出 最引人和共鸣的情节内容 标题是你的整个视频的核心 如果说你标题起得不高 它这个推荐量再高 然后看到人也比较少 第二个 其标题就是尽量量化 量化的话就是带数字 就比如说有一些就是 你只要省钱 到底是省多少钱 比如省十块生活 然后走很远的路 到底走了是多远的路 比如说我不行了五公里 第三个就是标题要推出视频的功能性 强调实用性 然后这样的标题 是可以引导好多这个朋友去看 第四就是给大家讲一个标题的万能格式 就是 谁在做什么事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见解 几个例子 就比如说 富士康小朋友 在宿舍做生蚝 然后再加上自己的见解 自己的见解就是 这个生蚝好吃吗 或者这个生蚝味道怎么样 这样都可以 好了本期的视频马上就要结束了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要吃些小鱼的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小鱼留言 我是小鱼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